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欢迎新闻来关心电影 随着国家学校六小开口 这学期国家国中小的详意教学也正式典型 因为是第一次用营业来上课 为了要让小孩可以关心来适应 后后若狗的小孩可以多多跟老师来互动交流 对此学校共调 虽然目前只有一位南非的寓教老师的教口 但是未来六小的股仓为我这个老师来加进教学 到时就会当大大体型教学的评论和论 这一期国家国中小的详意教学已经正式开始了 虽然一开始和外叔上口有点过不习惯 但小孩也有个学生 都和外叔合同交流建立好的感情 这应该是第一节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让外师来介绍他自己 那毕竟是难得这个机会 然后再由学生对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 信息之类的然后问老师 我们以弹性课程跟艺能课的科目为原则 所以我们现在有外师参与的课程 主要是体育 家政 生活科技 这类的科目 这位为南非来的外叔也有到豐富的教学经验 也表示自己是很幸福可以到台湾教授 我前七年级 一周的课程当中 有十几个课程就是外叔来上的 并且占对体育的 是当时更近三个课程来做教学 我非常愿意教导孩子 它让我的工作很容易 所以我享受在学校 我享受在学校 我享受在学校 养头老师他是来自南非 然后他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 他非常喜欢小孩子 然后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也获得了学生非常的信任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友善待 为了博学生可以有最好的合适 后方在华书的六处主题 也是非常要求 虽然不仅只有一位华书 但是后方也表示会在最近的时间来 补充到原本几位的三位华书 博学生可以两次来上详意课程 还是有请这个有英语专场的这个评审委员 来跟这个外师做一个interview 做一个口试 做一个面谈 但是也不是说仲介他所推来的人 我们就要照单全手 我们还是要经过一番的这个面谈面试 还有听听他的口音 还有听听他的理念 头发生意的口试方式来增加平衡 学生的竞争力 效忍也感觉是很有意义 虽然没增加刚开始 整个所在也都没息 但是相信只要头发的 各单位合作帮忙 国庆国庭书 在上译的口试上 他一定会有很好的信号 记者同意 参加报道